云雀千里迢迢赶往京城 为的是为当年锦绣房深渊 在认识沈渡后 以重要证人成功住到沈家 后来便开始了对沈渡一系列死缠烂打 本以为她会成为女主言心感情路上的劲敌 没想到她根本就不喜欢沈渡 沈渡和莱罗芝 一个被称之为白无常 一个被称为黑无常 两人在百姓中的名声都不好 不过比起来罗芝 沈渡的手段明显要温和多了 锦绣房一案年代久远 早已盖棺定论 想要重审何其不易 云雀想要求重审锦绣房就案 便只能寻找女皇左膀右臂的沈渡 一开始云雀错认来罗芝为沈渡 因为在她的认知中 白无常就应该长得比较白 若云雀真的喜欢沈渡 又怎会完全不知她的容貌长相呢 严欣和沈渡是明面上的婚姻 这是京城人人皆知的事情 在两人婚礼当天 沈渡甚至提出了三妄想 让严欣成了大家茶余饭谈的谈资 在云雀表明对沈渡心意后 沈渡也顺水推舟留了云雀在府中 严欣提出了合理 而云雀得知这一消息并不开心 口口声声都是要把严欣当亲姐姐 未来沈府没有严欣作伴有多无趣 若云雀真喜欢沈渡 又怎会是如此态度 当年锦绣房被人陷害 云雀的父母和锦绣 房方主孔仙荣夫妇感情甚堵 云家父母也知道他们是被人陷害 只可惜当时两人被警告 并不能为锦绣房申冤 云雀知道此时事关重大 他一心要留在沈家 也是清楚只有沈渡能够保住他 他接近沈渡维的不过事想 查清当年之事 他对沈渡并没有男女之情 在锦绣房仪式结束之后 云雀便被安排跟着一良人许想人 在援助中 许想人曾三次合理 跟着他之后 云雀做事稳重了不少 在相处中 他也逐渐对许想人动心了 在追求沈渡的时候 严欣提出和沈渡合理 他一例阻止 不愿意看见这样的事发生 在喜欢许想人的时候 他明知严欣是沈渡的妻子 却依旧吃醋严欣和许想人的接触 之所以区别对待 只因他对沈渡另有所图 对许想人却是真心实意 只可惜他的这份心思 许想人并不知道 莱罗芝也太偏执了 二次抢取陆锤锤 将狼行抢轻尸骨无存 他最为前朝皇室唯一的遗孤 注定了这一生都要活在黑暗当中 从初生起 他的身上肩负着复活重担 在别的孩童被父母关爱中长大时 他就已经经历了各种严苛的训练 对常人来说 美好的童年对他来说 充斥着无止境的杀戮 陆锤锤的出现 就像是一束光 照亮了他生命中所有的黑暗 引得他不自觉的想要靠近 莱罗芝从小就被当作杀手培养 练就了一副冷心冷血的心肠 缺少对感情的感知能力 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心动 只觉得想要陆锤锤一直陪在身边 可随着莱罗芝在他面前摘下面具 不再掩盖黑罗叉的身份 也感到了他对自己的抗拒 陆锤锤的疏远让莱罗芝无法忍受 一直以来的经历让他只会掠夺 为了能够永远地得到陆锤锤了 莱罗芝也遵循自己的心意 将他打晕囚禁在府邸当中 并逼迫陆家同意两人的婚事 随着两人大婚的日子将近 莱罗芝对陆锤锤的看管也有所松懈 严幸才得以打着探望的理由 进入来府与他计划逃离 为了能够让莱罗芝彻底放松警惕 严幸也让陆锤锤在他面前 装出一副妥协的乖顺模样 结果也与他们想的一样 随着陆锤锤表现的对莱罗芝欢喜 她的态度也有所软化 虽然仍旧不愿放他出府走动 但却允许他在府中随意走动 陆锤锤在莱府中闲逛的这段时间 记下了莱府所有的地形 绘制成地图交到了严幸手上 大婚当他就在酒中下药 随着莱罗芝一杯杯喜酒下肚 也彻底迷失了神志 江郎行凭借地图找到了婚房 趁着他被严幸敬酒牵制 将陆锤锤带离来府 等他清醒过来时 两人已经一路南下 来到江南过起了隐居生活 可就算是这样来 莱罗芝也没想过放弃陆锤锤 带着手中人马一路南下 寻到了他们的下落 派人杀了江郎行弃尸荒野 再次将陆锤锤抢入回府 入府之前 我需提醒你三件事 一 沈渡收刀 别妄想入门后 便能成为真正的沈夫人 二 也别妄想从我此处探听的 任何一件有关那位府之事 三 你记好了 沈渡长只捏着他下巴带到身前 扶手在他耳旁哼笑一声 不是我沈渡心甘情愿取进门的夫人 妄想活过三月 知道了吗 沈渡女嫁给沈渡 这是太皇太后的命令 也是张相的设计 沈渡白无常之名 人尽皆知 所有人都避之不及 而沈渡官职不高 容易拿捏 沈渡三娘是京城中有名的才女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张相一力撮合这门婚事 就是想在沈渡身边安插人手监视 而言心会嫁给沈渡 完全是阴差阳错 言心是喜欢沈渡的 从十几岁开始 她的心里便爱慕沈渡 当年沈家被人陷害 沈渡进入内挺 所有人避之不及 言心却在这个时候常常去陪伴她 即便后来天下人对沈渡的评价并不好 她也从不相信 原本和沈渡联姻轮不到言心 毕竟她不仅是庶女 才情也远远比不上三娘 三娘在婚前逃跑 她有了心爱之人 自不愿嫁给人人闻风丧胆的沈渡 言家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让言心顶上 言家女儿的确不少 可只有三娘和言心聪明一些 言家认为她嫁过去 才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没想到在成婚当天 沈渡便当着所有人的面给言心来了三妄想 在原著中 沈渡在成婚当天便认出了言心 知道她是自己从小认识的女孩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才不愿意言心嫁给自己 沈渡在外名声不好 不少人听后退避三社 但因为沈渡有一副好皮囊 所以依旧有人想要嫁给她 每到这个时候 沈渡便会略施小鸡下跑这些人 而沈渡会向言心提出三妄想 正是想让她知难而退 也是为了保护她 沈渡身上背负血海深仇 沈家被污蔑 只剩下了她一人 家族血海深仇 她必须查明真相 而她也清楚 这件事的危险性有多大 沈家不是小门小户 当时能把沈家连根拔起 让沈家满门抄斩 必然是位高权重之人 沈渡已决定一人去查明一切真相 她不愿牵扯其他人 提出三妄想的沈渡 可谓是用心良苦 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言心和一般女子不同 如此胆大包天 永安公主夜仿名圣官 终于见到了汝宁长公主 日暮时分 英王府邸被橘黄色的晚霞 深深笼罩 一片宁静中却暗藏异象 空中无数飞蛾 仿佛被无形之力牵引 成群结队地朝英王府邸飞去 那壮观而又诡异的场景令人心计 飞蛾掠过府邸门扁 蜂拥而入 随之传来 阵阵惨烈的叫声 府内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仆人们惊恐万壮 抱头鼠窜 百姓间议论纷纷 传言四起 皆言此乃锦绣房冤魂不散 前来英王府讨命 与此同时 在明圣官的殿内 身着华服的永安公主 与一身素服的汝宁长公主 形成了鲜明对比 汝宁长公主 背对着永安公主虔诚祈福 待她祈福完成后 转过身看向永安公主 永安公主难掩心中急切 说到锦绣房 就按太皇太后已经答应重新审理 汝宁心中多年的冤屈 总算可以得到平复了吧 然而汝宁长公主神色淡然 仿佛已超脱成事 她说到今日我开门见你 便是早已将前尘往事看开了 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 永安公主则愤慨表示清白 现在外面都传当年 是她陷害锦绣房 害死了姑母的驸马 并察觉到 一股针对皇室的无形力量 在暗流涌动 仿佛是冲着皇室而来 想要搅得他们鸡犬不宁 锦绣房冤情也好 陈火鹅悬案也罢 现在那位辅孝士司 大理寺和刑部 都在想着法子抢着侦破 真相必会重见天日 汝宁长公主则感叹道 红尘多纷扰 但求自惺惺光明 她只想在这个名圣观 落得的清净 永安公主感觉自己 是在自讨没趣 叹了口气后 只能转身离开